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白 好的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又更新 看一下什麼東西 我們看一下論壇 好的論壇這些呢 昨天發布到1月20號熱更新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叫做2021年1月開發者筆記 開發者筆記寫的什麼呢 那我們看一下啦 大家好 我是KOF Allstar開發團隊 用2021年的第一個開發者筆記向大家問好 你好 那我們將透過開發者筆記向您報告 目前正在進行收尾的2021年 第一次更新的相關消息了 那我們關於活動公會討伐站 那公會討伐站呢 引發眾多話題的KOF Allstar首位漂亮的格鬥家 那就是漂亮的城可岸喔 在公會討伐站活動首領登場 公會討伐站有一個漂亮的城可岸會出現啦 唉唷 唉唷 看到了關鍵字啊 預計將透過漂亮的城可岸公會討伐站 提供紅寶石和 共用聖典記憶等 各種獎勵耶 共用聖典記憶喔 嗚呼 這時候應該是可以參加 可以加入公會的時候啦齁 還是我創一個公會大家會不會願意來啊 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 其實我很不喜歡自己當公會的會長 很麻煩啦 也不是說很麻煩啦 反正這 這個活動的 這個遊戲的公會 就不像其他的 對啊 其他的那個 其他的那個什麼武俠遊戲啊 公會就是會去亂砍人啊 這個就不會啦 如果還有尚未加入公會的挑戰者 再說我吧 從頭到尾都還沒加入啊 希望可以藉這一次機會加入公會 一起唱完挑戰 我們正在努力的給你們帶來 與終極路卡爾不同的挑戰 當然我看到紅寶石嚇得跳了耶 共用聖典記憶喔 共用聖典記憶是什麼 之後你升級 你升級角色格鬥家的時候 然後 假設你是升級紫卡的AS 你應該就可以用那個 共同的 那個聖典格鬥家的技藝來升級 應該是這個意思啦 另外正如預告的 我們增加了終極路卡爾的 高階難度 難易度 希望能和公會成員 一起攻略更強大的 終極路卡爾 挑戰更高的公會排名 好了就是這個啦 好不好 示意圖就是這個啦 終極路卡爾跟漂亮的陳可漢 變成陳可漢 變成陳可漢 有紅寶石耶 還有公用的聖典記憶耶 哇這個不加入可惜喔 還是我加入我自己開 開一個自己加入啊 哈哈哈哈 好的一說到2月就會想到什麼 情人節啦 2月14號啦 February 好不好 為迎接情人節 再準備各種活動 好不好 透過這次的更新 情人節 那個 呃 情人節的那個公會副本呢 的轉盤活動將率先開放 那這一個呢就是 登錄就送了獎勵 好不好 沒有紅寶石耶 沒有紅寶石比較好吧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個啦 情人節相成 好不好 情人節相成 那這應該是之前就有遇過了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那個 情人節的瑪莉耶 那關於格鬥家問卷調查呢 謝謝11月舉辦了聖典格鬥家相關問卷調查 歸以關心 透過問卷調查以挑戰者的喜愛為基礎 對目前上市的格鬥 聖典格鬥家進行性能改善 正準備全新的格鬥家 以後也要請聽各位玩家的意見 持續進行改善喔 這對的嘛對不對 所以不直火5要出來對不對 聖典格鬥家只卡不直火5 下一週特別登錄獎勵 將與豐富的獎勵將一起開跑 所以下一個啊 26號開始 26號開始 它就有一個那個 登錄送紅寶石 跟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格鬥家的 格鬥家的那個硬幣 好不好 真的要拿喔 真的 讚讚讚 越來越多活動 好的那個就是新禮包 新禮包販售啊 副部分的禮包次數 調整通知啦 這個我禮拜就沒課金啦 所以大家有 有那個 有購買禮包的啊 就看一下啦 好的那我們 這個 今天 2021年的1月份開發者筆記 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喔 那下個禮拜一啊 就會開始一連串的活動 好不好 一連串活動 還有一些登錄就送獎品啊 就送那個 紅寶石跟 代幣啊 真的要拿啊 各位 不要浪費喔 啊這個論壇好像還沒修好耶 旁邊的那個圖片還沒有啊 哈哈 好詭異喔 我們的圖片都不見了 好的那我們這 活動呢 現在到這裡啦 開發這個筆記啦 今天要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影片見 大家掰掰